今天想要求就講講Diacon的下半身 我自己覺得和我預計之中差不多的東西就是尺寸 和我想像中差不多 銷售方法我都猜到它會分兩件甚至三件甚至四件賣的 外形比我想像中更加忠於圓著 我以為以向Diacon的玩法 它的新的Reboot系列 雖然它的名字會套用元祖系列的某些型號的名字 例如Diabatto、Buffalo、Big Power 但外形上的出入是頗大的 但這次我看過下半身 和元祖的Wolfo Bass真的有七八成相似 當然多了很多細節 但主要的花紋和線條都跟得很足 明顯地看到這隻一來就想更加穩陣 而他知道這隻就比其他人更加想牽動大家的情懷 很多人可能是小時候有見過舊的Wolfo Bass 現在想買一隻 他很貼近 甚至是我覺得過去這二十多年 在網絡上見過一些師兄 自己將那隻Wolfo Bass現代化畫了插圖 很相似 和大家想像中一隻現代化的Wolfo Bass 是相似的 我覺得這設計是大陸穩陣 多了很多內床的技術 很多小的飛艇 送五個人仔 沒有叫送 跟五個人仔 亦都跟回好像Wolfo Bass 原造的那隻是紅黃藍獨黑 亦都將以前Diacon的兩架 就是Diacon 火車片飛機 和Cosmo Rollers 將它們縮小了 就變成了兩架內床車仔 我覺得這些都是非常聰明 亦都很穩陣 很穩陣 和老粉絲會很喜歡的玩法 反而我在想 他現在的Model number是96 甚麼會是100 可能是上半身 你問我 他96 沒有理由不是97 是上半身 我反而在想 會不會有一個套裝 轉一轉顏色 一拋過出了石 其實某程度 坦白說 你這一個產品 是整個系列的主角 而他這個主角 已經是去到96 才出半隻給你 那100 我覺得很大機會 會是一個 又是整件的 整件的 包裝 然後再加上一些不同的裝備 有一個很漂亮的裝潢 和Color Scheme 再給大家看 我就未必會這樣想 因為這東西很貴 其他玩具 你可能薄別人 會買兩隻或三隻 但是Robot Base 一來它在歷史上 它是低隻的 跟其他不同 因為Dia Battles 甚至 液瘡壓服 就算它玩具只有一隻 但是它無形 就出了幾隻 但是Robot Base 真的只有一隻 當然我不是說 因為這樣它不能出 但是 有多少人會買兩隻 不同式的Robot Base 無論是價錢 或位置 甚至感情上 你都覺得Robot Base 是一隻獨一無二 我不敢說它不會出 但是 我就覺得 未必可以這麼容易消化 正常來說 Bandai會出限定 那些人就會買 因為限定 但是Takara 就好像暫時 暫時就未試過 不是很流行這些 是的 我不知道 但我自己就 老實說 我就覺得 好像之前那些型號 出三隻色 是不是真的容易消化 我覺得就未必這麼容易 因為實在是貴 這個同意 不過多一句 你如果出了一個 這麼精彩的帽 而不將它用到盡 就似乎不是現在的 就是市場上 市場上 市場上最便宜是2760 2760是哪裏 是不是孤主 我剛剛有人寫了 我好像是孤主 下一隻 上半身會不會都是2760 不知道 希望 我覺得不會貴 我覺得可能會更貴 我覺得會更貴 我覺得會同樣價錢 因為現在已經去到這個 雞心這個位置 現在的艦橋 是可以移出來的 整艘飛船移出來 它上身就是從這裡移進去 就是用坑位來做上身的接駁位 上身整個應該是一個大的艦橋 即是舊的 這裏就是吉的 應該裡面可以 玩很多花神 我希望它 裡面有兩個可能性 要不就是可以玩到兩層的 好像超宗耀賽電影版裡面的藍橋 以前就只有兩座座位 現在可能可以玩到十幾個人 又或者中間可以多擺一個裝甲服 站在裡面 好像一個甲褲那樣 好像戰鬥機械那個戰艦 那樣的設計 旁邊是位置 中間還有一個甲褲 那兩個可能性 但是兩個可能性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這裡也是比較刺激的 那麼我自己覺得呢 上身應該會比較輕一點 因為其實還有一隻手頭 還有這個甲褲之外 就應該沒有什麼重量 那照計可能有機會上身會便宜過下身 那可能我過分樂觀了 他還有其他 例如背脊會加一些新裝備 或者肩膀有些新工具 手持兵器等等等等 我覺得會出過 因為曾幾何時 在哪裏呢 舊那個Base 是出過一系列面具的 你有沒有印象 你看看我 是啊 你還有面具可以出 那些搖擺 我都不知道 但他應該會出一些搖擺 可能是兵器 因為元祖的Roberbass 都已經有兩個拳頭 和一支炮 那支炮是可以替換拳頭的 那這次可能 我覺得他第一個版本 可能只有兩個拳頭 然後可能會有不同的炮 不同的用來的手 還有面具 甚至可能整個手臂是甩 換另外形狀的手臂 這樣玩法 我覺得有這樣的可能性 另外我自己 暫時看那個大戰艦 陸上戰艦 我覺得這個Gimmick是 交到功課 暫時還未見到驚喜的位置 即是不可思議的位置 但是交足功課 我自己以為可以做到上下半身 可以結合不同形態 除了機械人和陸上戰艦 我會以為是好像15機一樣 會拆到變成不同形態 暫時不見有這方面的介紹 我想可能真的要配合上半身 才會有這個味道 因為很瘋 我相信早前有不少的產品 原本可能只有上半身 下半身 但他真的可以玩到 Match style 不同的飛行形態 不同的陸上形態 半變形 二步觸 我覺得如果用回這班瘋子 去處理這件事 應該會有很多事情 我不肯定 以前我會想到他 我會期望他會玩很多東西出來 暫時好像沒有 但是否真的不行 就不知道 本身還有很多不同的角色 之前出過 可能他身上有很多不同的接駁位 然後把一些大家當作主機 變成一支炮 一個附加的裝備 一個外置的格納庫 我隨後都能說到這麼多 他們沒理由想不到 我未必會猜他會出另一隻顏色 但可能會有很多附加的架杓 可以放上去 準備荷包 對 還有位置 我已經想好放在哪裏 你也好 好 先停一停 先停一停 待會見 可以馬上轉 好 來了 好 換句TV 第25季第10集 今次要介紹的Acyl Ring 又有新產品 非常之好 我很欣賞他的出貨速度 今次介紹的是這一隻 這是不是變狗的那隻 是呀 今次是 一隻 跟沒有不同色 應該是吧 少少轉變 裝備上都不同 這個支架是否新的 這個背包支架是否新的 其實我剛才說 一隻 為何會放兩個盒子 總是有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巡麗 大家看一看box art 今次要介紹的就是兩件產品 一件就是A62的雪鬼落陀人 非常之靚的盒繪 傑老師的精心傑作 很厚的 另外一個 就去到這一個 63 維京蛋 雖然都是只有這隻蛋 但亦都可以拼在一起 就知道是一個雪地用的包裝 為何我剛才說 只有一件呢 我們在這裡轉一個圈 給大家看 我向前一點 因為可以拼在一起玩 因為今次出得包裝 擺明就是這一個 可以連動的角色 隨便當oren 便可以看見完全沒有戲場的 一些舊化 和冰地有關的套裝 等等 等等 這次本來是兩件 真真正正的雪鬼落陀人 有他專用的背包 當然,你絕對可以脫掉背包 個別地插回駱駝人的背部 背後揹回原本的背包 同樣地,塗裝和細緻都是一絲不久 好,我拉過一點,不動,等你離開 他這個,我好像未見過 前面這個,好像是吉利哥 本身因為就著雪地用的關係 其實胸口前面會加裝後備電池 令到它本身在雪地上的續航力會更加提高 所以這次都會和之前的產品有少許出入 而當然重點就是這支割草機 MG97E 割草機? 是的,它通稱割草機 非常之大,我當作是主炮 另外亦有一個戰術背包 所以這次就著這件事是值得玩的 當然,跟之前的駱駝人一樣 它亦可以變回四腳步行形態 不過我覺得這個姿勢是最美的 雙手持炮 以及駱駝人本身的橙色頭部 為了增強這個在雪地索敵 變成一個新的,我當作是觸覺的探測器 變成了整隻東西都很漂亮 好了,拔回背包 這次的樣子,即是頭部的設計 是嗎? 是的,所以看到一個好像鬼一樣的 監測器或是觸覺 即是縱使用來嚇嚇敵人也好 還是怎樣,都無所謂 形,就是這麼簡單 好,另外這個外置背包 外置背包 外置背包 是的,當然可以跟別人砲上去 剛剛也介紹過 拆出來是什麼呢? 那些是暴行炮 麻煩一下Ricky 看到圍經彈的比例 慣常地大家是耳熟能場 變形方面也是耳熟能場 應該可以直接拔 總之所有可以打開的東西 你都打開了 這樣就對了 兩邊 好像HIFI的喇叭 就把腳扭出來 不知道多不多師兄玩HIFI 應該都多 以前那一代 即使我爸爸 我們不是富貴人家 但在你的層次序 可以容納到的 都會玩HIFI 不理你大舊 你始終比玩車便宜 而且大家也喜歡聽歌 不知道現在的人 會不會玩HIFI 會不會買些什麼試音碟 天碟 天碟 還是我們觀眾只玩玩玩具 不玩其他東西 剛剛有觀眾說話小忌廉 可以大約1600多賣 這個阿米阿米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上日本網看 非常簡單的變形 變形的 簡單而形 阿梁說支持老闆可以 我打工的 老闆 看到隔靈式機關炮 另外整隻 維京彈也是非常有型的 另外 糟了 我想找維京彈的工具 這次它有趣的地方 除了你本身看到這個 隔靈式炮之外 另外 它還有一個槍咀可以換 火焰放射器 好像Tachikoma Exactly好像Tachikoma 挺可愛的 可愛的 有點像豬嘴 反而這個裝了 好像未必能塞進 不過要轉 可能要轉 可能要用一些 其實開了都漂亮 對 我覺得開了都不錯 好 所以這次雖然看上去以為是一件 不過其實是兩件 除了之後 可以安裝背包 給它 對 你說得對 那就更好看 因為背包也很漂亮 對 如果想全套去玩 兩隻加起來 價錢也不是很貴 所以我建議大家一次過入手 兩件 便變了 玩的時候更加過癮 如果之前沒有買過這個機體的師兄 便可以進入這隻 還有一句 你見到這次這個駱台人的設計 都很舒服和很帥 再加上這支鏟草機 嘩 正 好 這次先玩這麼多 待會見 阿滴 阿滴 好 我繼續 OK 你準備好了嗎 我檢查過一下 OberFace